第五集 武家兄弟 听到武三娘招呼 两个孩子拜了下去 洛二娘忙伸手扶起 问起名字 那摔破鹅脚的叫武敦如是哥哥 弟弟叫武修文 两人相差一岁 一个十二 一个十一 武学明家的两儿子 却都取了个斯文名字 武三娘笑道 我们夫妇中年得子 深知武林中的险恶 盼望儿子弃武学文 可是两个孩儿还是好武啊 实在是跟他们的名字沾不上边 这一番话只能说到这里为止 别的话确实不足为外人道了 原来那何元君长到十六八岁时 亭亭玉丽娇美可爱 武三通对他似乎已不纯是一父一女之情 以他武林豪侠的身份 自不能有何愚愿的言行 本已内心欲解 突然间何元君爱上了一个江南少年 竟是狂怒不能自己 至于武三通说 江南人狡猾多诈 十分靠不住 除了敌视何元君的一中人外 也因当年受了黄蓉的欺骗 替郭靖脱下压在肩头的黄牛大石 弄得不能脱身 虽然后来与靖蓉二人和解了 但是江南人狡猾多诈一截 却是深印脑中 幻想不到卓夫没来 那赤练仙子却来寻服上的慧气 卢二 文二 给我出来 忽听屋上有人喊叫 这声音来得甚是突然 丝毫不闻屋瓦上有脚步之声 便忽然有人呼叫 陆氏夫妇同时一惊 只是五三通到了 成英和陆无双也认出 是那吃莲碰怪客的声音 只见人影晃动 五三通飞身下屋 一手一个提了两个孩子 就上屋而去 喂 你来见过陆爷陆二娘 你取去的那两具尸体呢 快送回来 五三通全部理会 早去得远了 他乱跑一阵 奔进一座树林 忽然放下修文 单单抱着敦儒 走得踪影不见 竟把小儿子 留在了树林之中 五三通飞 五三通飞林大叫道 爸爸 爸爸 见父亲抱着哥哥 早已奔出数十帐外 只听得 父亲远远叫道 你等着 我回头再来抱你 我 我找妈妈去 五三通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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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终一个人在森林里 虽然害怕 但是想父亲不久就回来 当下坐在树边等着 过了许久 父亲始终不来 便向来路摸索回去 哪知江南乡间 千莫纵横 小路弯来绕去 纵在白日也是男人 何况黑夜之中啊 五修文越走 道路越是狭窄 数次踏入了田中 双脚全是烂泥 到后来 竟然摸进了一片树林之中 脚下是七高八低 望着眼前是漆黑一团 他急得想哭 爸爸 爸爸 妈妈 妈妈 你们在哪啊 静夜中哪里有人答应啊 听得咕咕咕咕咕几声 却是猫头鹰的提交 五修文曾听人言道 猫头鹰最爱属人眉毛的根数 若是被他数得清楚 立即毙命 当即就伸出手指 沾了唾沫 沾湿眉眉毛 好叫着猫头鹰难以计数 但是猫头鹰还是不住地提交着 五修文靠在树干上 伸指紧紧地按住双眉 不敢烧动 心中只是砰砰乱跳 过了一会儿 终于河也睡着了 睡到天明 迷糊中听到头顶几下轻量高亢的提声 五修文睁开眼来 抬头望去 只见两只极大的白色大鹰 正在天空盘旋 翱翔 双翅横展 竟达账许 他从未见过这般大鹰 宁目注视 只觉又是奇怪 又是好玩 叫道 哥哥 快来看大鹰 一时没想到 只自己孤身一人 从来形影不离的哥哥 却已不在身边 忽听得背后两声低笑 声音娇柔清脆 似出于女孩子之口 两只大鹰又盘旋几圈 缓缓下降 五修文回过头来 只见树后走出一个女孩 向天空招手 两只大鹰脸翅飞落 站在了女孩的身派 那女孩向五修文望了一眼 抚摸两只大鹰的背部 好貂儿 乖貂儿 原来这两只大鹰是貂儿 弹剑双貂昂首顾盼 神俊飞长 站在地上 比那女孩还要高 五修文走近了 说道 这两只貂儿 是你家养的吗 我不认得你 不跟你玩 那女孩小嘴微觉 做了个轻蔑的神色 五修文也不以为我 伸手去摸那貂背 那女孩一声轻哨 那貂儿左翅突然扫出 心里竟是极大 五修文没有提防 灯石就摔了个筋动 五修文打了个滚 站起身 望着双貂 心下好生羡慕啊 这对貂儿真好 肯听你话 我回头要爹爹也去捉一对 来养了玩 你爹爹捉得着吗 五修文脸讨三个没趣 善善的很是不好意思 定睛巧使 只见那女孩身穿淡绿罗衣 井中挂着一串明珠 脸色白嫩无比 犹如奶油一般 似乎要滴出水来 她双目流动 秀眉鲜长 五修文虽是小童 也觉得她秀丽至极 不由自主地 心生亲近之意 但见那女孩神色凛然 却不禁感到畏缩 那女孩右手抚摸着吊背 一双眼珠 在五修文的身上滚了一转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一个人出来玩 我叫五修文 我在等我爹爹 你呢 你叫什么 我不跟野孩子玩 说着转身便走 五修文呆了呆 喂 我不是野孩子 她一边叫 一边随后跟去 五修文见的女孩 约莫比自己小着两三岁 人矮 腿短 自己一发足便可追上 哪知她刚展开轻弓 那女孩脚步好快啊 片刻间 已奔出树杖 竟把她远远地 抛在后面 那女孩再奔几步 站定身子 回头叫道 喂 你追得着我吗 自然追得着 五修文立即提气脊椎 那女孩回头又跑 忽然向前急冲 躲在了一株松树后面 五修文随后跟来 那女孩瞧她跑得近了 陡然间伸出左足 往她的小腿上一扮 五修文全没料到 灯石向前跌出 她忙使了个铁树桩 想定住身子 那女孩又足又出 向她的臀部猛力踢去 这五修文一跤直摔下去 鼻子刚好撞在一块小尖石上 鼻血流出 衣裳点点斑斑的 尽是鲜血 那女孩溅了血 不禁慌了 当时没做理会 只想拔毒变逃 忽然身后有人喝道 福尔 你又在欺武人了 是不是 谁说的 她自己摔跤 关我什么事 你可别跟我爹乱说 五修文按住鼻子 其实也不很疼 只是见到满手鲜血 心下惊慌 她听到女孩与人说话 转过身来 见是个撑着铁拐的 博足老者 那个人两鬓如霜 形容枯稿 双眼翻白 是个瞎子 你别气我瞧不见 我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小妞儿啊 现下已经这样坏 大了 瞧你怎么得了啊 大公公 你别跟我爹爹说好不好 他摔出了鼻血 你给他治治吗 那老者踏上一步 左手抓住五修文的手臂 右手伸指 在他鼻旁闻香穴 按了几按 五修文的鼻血 本已快要止住 被这么几按 就全然不留了 只觉那老者 五根手指 有如铁钳 又长又硬 紧紧地抓着自己的手臂 心中害怕起来 他微微一震 竟然动也不动 当下 他手臂一缩一圈 使出母亲所受的 小勤拿手功夫 手掌打个半圈 向外逆翻 那老者没料到 这小小孩童 竟有如此巧妙手法 被他这一翻之下 竟然脱手了 伴着一声轻呼 随即又抓住了 那小孩的手腕 五修文运进 欲再挣扎 这怎么也挣不过了 小兄弟别怕 你姓什么 我姓五 你说话不是本地口音 从哪来的 你爹妈呢 那老者说着 放松了他的手腕 五修文想起 一晚上没见着爹娘了 不知道爹娘怎么样了 听着老者问起 险些就要哭出来 那女孩刮脸 羞的 唱道 羞羞羞 小花狗 脸穿红 要流油 我才不哭呢 五修文当下 将母亲在陆家庄等候敌人 父亲抱了哥哥 不知去了哪里 自己在黑夜中迷路 等等事情 与面前的老者 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